校車上超大的白布 調解著見名登記產權糾紛 三個字的紅色訴訟中 提醒房客不要捲入糾紛當中 而掛布條的是他知名超跑玩家 人稱超跑將軍的正委員 避免他做脫產動作 也避免傷害到無辜 不知情購買的人 房產和感情糾紛牽扯其中 超跑將軍被前女友指控 在交往期間暴力對待 但他拿出對話截圖跟上市照片 還有過往甜蜜幫女友慶生 開心出遊的影像 證明自己對女方很好 提供事發前一天跟前女友 還有對方女兒親友 一起開心的吃母親節大餐 當時兩人還沒分手 但13號是因為知道女方劈腿 又要將2550萬的 賤民房產競價出售 任委員想拿回房產才爆發衝突 誠心自己覺得沒有家暴或性侵前女友 拿出兩人對話強調房子是建民登記在對方 名下但當事人陳小姐透過文字向記者回應 認為證委員是在混淆視聽 讓大家覺得她沒打人 是女方劈腿營造自己才是受害者 認為證據已經很齊全了 將交由司法來處理 TVS新聞 趙麗劉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